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们有一个公司也是会比较头疼的问题 就是Aupti Asberg这个表做一些管理以及优化的这些系统 那么整个内容的话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我会介绍一下Aupti Amoral这个项目 然后相关的一些技术架构 然后接下来我会分享一下我们Aupti Amoral是如何去管理 以及去优化Aupti Asberg表的 第三点是我们WebEx内部是在一些云原生上使用Aupti Amoral的一些实践经验 最后就是包括社区以及我们公司后续的一些工作方向 首先介绍一下社区 我们这个设计其实还是今年才进入Aupti复华项目的 所以说还算比较新 应该是我们思科是在Aupti Amoral刚开始开源就已经开始使用了 就是22年 当时叫Arctic 是由网易的一些大佬开源的 然后现在的一些PPMC成员都是 基本上都是当时主要的一些贡献者 现在就是初始的PPMC成员有20个 然后包括背后的一些组织和公司 现在已经有20多个了 那么使用Armoral 这个怎么是乱的呀 没关系 如果使用Armoral整体的框架的话 会使用的一些场景有几点吧 首先就是它有一个Canalogue Service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Web UI上去查找对应的这个表 表相应的这个Skima以及快照的信息 包括还有就是Table Compassion 当然这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点 也就是Exbook Compassion的时候 会做哪些优化的行为 然后包括优化的一些历史都会展示出来 然后第三点就是包括其他的一些Maintainance行为 比如说快照的清理 然后数据生命周期的管理 以及固外文件的清理 这些都会由Armoral去周期性的去执行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这个 优化器这块 优化器目前我们Armoral主流的是Flink 就是Flink去拉取MS生成的 就是Armoral生成的这些优化Task 然后去做真正的去重写也好 这些 然后Armoral目前现在支持的Format 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Exbook 然后以及对Exbook在流逝入弧的场景下的增强 就是Mixed Format 就是它会将Exbook分为Change和Base 两种一个是主要存放流逝入弧的一些数据 然后BaseStone的话就是存放一些处理好的 或者说Batch处理的这种对读有好的文件形式 这样的话就可以在实时入弧时做到一个性能的提升 然后包括刚才李晶松老师分享那个Armoral 然后我们可以去拍摩 这边也是可以去在页面上去展示出它的优化状态 一些更多的信息 最后就是Hoodie Hoodie这块社区的呼声一直是比较高的 现在也有我们的社区成员去负责这一款 也会在不久会贡献到Master分支上 然后先给大家直观地看一下这个Armoral的一些Web UI 我们可以看到它最常用的就是Ultimizing这一块 去观察我们托管下的表这些优化状态 包括优化的持续时间 然后优化的文件信息 这些都会在这一块统一展示出来 然后第二点就是表的一些详细信息 以及基础的统计信息 这些都很简单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快照 快照这一块我们Armoral可以把这些快照的历史信息 画成一个折线图 我们就可以直观地感受这张表的数据的变化 以及文件的数量变化 当然包括一些快照的详细信息 当然也可以点出来看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优化的历史 优化的历史 这块我们就可以观察到比如说优化的进度如何了 然后之前的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这些都可以看到 OK 那么第二部分就是我会再详细给大家解释一下 Armoral是如何去优化这个Armoral的 那么我们之前在没有引入 我们使用的这种Compassion服务的话 其实比较简单的 就是说每一个集群去起一个调度性的教育 然后我们去不断地周期性地去Compassion 我相信大多数公司和组织都是这种思路 然后当然我们在使用过程中有几个痛点 就是说它的这种资源率非常高 就有的表它可能积压了很多的这种小文件 或者Delay的文件 那么在Compassion的时候可能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Spark Compassion资源 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容错率其实是比较低的 就是我们通常不会在只去合并一张表 我们可能在一个Compassion教步的时候 不断地去合并整个酷的表之类的 那么如果说有一张表失败了 那么这个可能整个教步都会失败掉 第三点就是它Compassion的时长 也是有可能会非常长的 因为就刚才说的 有的表如果说是积累的文件比较多了 那么这个状态比较差的这个表呢 合并会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一些表 即便后续很快能做完 那么也会阻塞掉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短板效应 就是它会有可能会Compassion的时间会非常长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 需要手动的人工干预比较多 那么比如说刚才有一张表失败了 那么你可能需要手工的去重启啊 或者说去看一下哪个分区出了问题 然后这个其实是非常 原始也非常多问题的 那么在引入 在引入这个Unworld之后呢 我们会把所有的一些表 都会将这些 包括Compassion 然后快照的清理 数据的生物中心管理 以及国外文件的清理 都会交由Armoral Management System 简称AMS去管理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AMS这块去周期性的扫描这些托管的表 开启优化的表 那么如果说是有评估下来 如果说是有些分区需要合并 那么会生成并打包成一个Task 然后这些Task呢 会由优化器去Fetch Fetch完成之后去做真正的Rewrite 最后交由AMS去Commit 这个就是比较详细的一张图 那么这个AMS这里的关键一点就是Planner 它的Planner的话就可以去 不断周期性的去评估表内 各个分区的这种文件状态 如果是有需要做合并的 比如说小文件过多 或者说Delay的文件比较多 那它都会去生成打包成一个Task 那么这个Task就会放在多个这种Gruple内 Gruple内再由相应的这种优化器去做优化 OK 然后AmoreCompassion的话 它是一个多级的Compassion行为 但是这些多级呢 多级的Compassion 它目的都是合并Data和Delete文件 然后区别在于 首先它是一个 就是参照于GBM那种 就是之前GBM的一种设计理念 就是新生代老年代 就是 首先它会做一个Manner Manner的作用就是 它是以尽可能的去将一些写友好的 去转换成为一个独友好的文件 对于Asbook来说就是 它会将EcoDelete文件去转换成PostDelete 这是在Manner阶段回去做的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 它会优先将一些碎片化的文件 去合并成为一个中等大小的文件 这个碎片化的文件也是可以设置的 当然默认是小于16兆 然后第二阶段就是Major的Compassion 那么MajorCompassion呢 它主要就是将一些 之前Manner这些生成的文件 再进行更进一步的这个重现和合并 那么就会生成比如说Target Assessed的一些文件 最后Fall级别的是默认关闭的 这个它触发的条件就是比较单一 就是一个周期性的 这个通常来说比较耗时 就是它会把所有的这些文件 都会向目标文件区域合并 那么在实际使用下呢 我们其实Armor的效果其实非常不错的 就比如说左边这张图的话 它会在没有优化之前 可能有比如某一个分区 有4万多个小文件 就是它是一个UPS的表 所以说它Data和Delete都是非常高的 数据量非常高的 那么在经过一段的时间优化呢 它会降为比如说降为100倍以下 就是400多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还是没有开启Fall级别的Compassion的 如果是开启Fall的话 它可能会降得更低 所以产业性能会更好 那么当然对UPS的表来说 合并其实对读的性能提升是非常高的 我想大家其实应该有这种实际的这种经验体验 就是UPS的表它可能这张表没有合并之前 需要消耗数个小时去读一张分区 然后如果说是在合并之后可能只需要几分钟了 那么对比于Spark的Compassion来说 它其实Armoro也是有一些优势的 就是Armoro它是一个持续的周期性的去做合并 那么在合并之后呢 它Armoro表的读语性能其实相对于 来说是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性能的 那么如果说是用Spark的话 可能会积压过多导致来不及合并 那么这个长颜性能也是会比较慢的 没关系 这个有几个优势吧 我总结一下 就是首先它是资源利用率其实是比较低的 就对比原生的这种SparkCompassion Job来说 它大约能节省70%吧 就是在优化相同的这些表的情况下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容错率其实比较高的 就是说刚才讲的 它会周期性的不断去重施 那么如果说某个表失败之后呢 它可以去在下一个阶段去再进行提交 那么如果说冲突之后呢 它也会在重新扫描之后也会生成新的Task 那么另外一个点就是它 另外一个点它是比较即时的 就是说它会有一个默认的设定值嘛 就是它会在新写入的数据之后 可能在几分钟内就会把这个表做一个优化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在WebEx内部的话 的一个通用的一种主流的落湖的形式 其实我们数据的生命周期其实是 数据的这种Pepalign其实是比较短的 可能只有一两层 就是它从Compass这种数据员消费之后呢 立即落入表 然后落入表之后直接去用来去做最终的这种 杀询了 那么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 它对于这种读的这种 读放大的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敏感的 那么就需要Armoro去不断地去做优化 那么综合下来其实Armoro在绝大数场景下 还是可以覆盖这种情况的 那么我们在内部的使用其实是非常广泛的 我们包括有11个这种不同的这种环境 包括AWS以及 以及Tratum的这种Hadoop 然后托管的这些表呢也有4000多个 包括开启的这些表也有2500多个 那么这个优化的这种频次其实是非常高的 每个月会有3万多的 然后重写的文件也有几千万个 当然这些文件也是包括Armoro自己生成的这些重写文件 那么第三部分呢我想给大家说的是 Armoro在我们内部云原生的这种实践经验 我们都是部署在KPS上去运行这一套Armoro的服务的 那么有个优势就是它可以接入同一套Home Chart 去做多集群的这种部署 比如说一些公有云 公有云的情况就是AWS 我们这边用的是AWS 然后Icebook会放在I3上做存储 然后使用的Kanalog是Glu 那么对于传统的这种Hadoop的情况也是会有 就是它会用依赖于HDFS存储 以及Hive的原数据管理 那么这种情况会有一个优势就是在于 如果说在AWS上它可以在不同的region之间 都会交由同一个MS去处理 那么只需要新注册一个Kanalog即可 然后设定一个新的region 那么对于这种传统的Hadoop来说 它这个开销是比较小的 因为Hadoop它这不同DC之间的这种延迟是非常大的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有一些matrix 我们是需要特别关注的 因为在我们实际的这种应用场景下 有一些业务表 它查询可能稍微不做优化几个小时 就会立马就报上来就说这张表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说这个监控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这一块Armural会 除了这种MS自身的这种监控以外 还会包括一些优化的一些监控 以及优化器的一些监控 比如说表的优化状态持续时间 比如说这个表优化持续超过某一个预值 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话就会出发告警 我们在上云之后呢 就是AWS对比之前用Hive MetaStore 有几点的一个区别和优势吧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Hive这边 Hive这边其实我想大家使用过程中 都是能感受 就是它需要各个集群之间单独的这种去维护 那么对于维护来说其实是一种挑战 然后还有点就是因为Hive使用的是 MyCircle去管理这种技术元数据嘛 所以说它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 请求达到最大了 然后也会造成吞吐的一个瓶颈 然后当然最后一点是 我想大家都会遇到就是Hive它去Commit的时候 会报这些思索的问题 就是在Icebook中呢 它在更新metaData文件的时候 其实是对于Hive来说它会获取一个选举锁 就存放在MyCircle里面 如果说是这个Commit的过程中失败了 或者说出一场了 那么就很有可能导致这个锁我也能及时释放 那么通常情况下就是我们手动去解锁 那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点 那么对于Guru来说 其实在3.0以下也是类似的场景 也是类似的情况 它会借用于DynamoDB去做一个圈局的锁的控制 然后保证MyCircle更新的一个原子性 那么在之后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就是3.0之后 那么总的来说 在将Icebook放到AWS上会有几点优势吧 就是它对于人工的这种维护其实是非常少的 因为它都由AWS云上去统一去管理了 那么然后第二点就是 就是对于不同的这种去这种region 那么切换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还有点它是借用于GuruKanalog的 所以说它是一个乐观所的一个机制 那么就不存在像上述说的这种害我的出现死索 然后最后就是它对于这种权限的控制其实比较完善 然后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那么我们比如说 我们将不同NameSims去划分为 去由不同的这种M1Count去管理 那么去在访问Icebook表的时候就可以做到全能控制 当然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 那么在AWS上我们整个的一个Icebook表的数据生分周期 其实都可以交由这种Armor去做统一的管理的 首先我们会做一些S3上的存储优化 首先来说会有一个Data Turning 就是它一个数据分层 就是传统意义上讲的冷热数据 那么在Icebook 1.3机器以前呢 会没有这个参数选项 就是在写入的时候设置一个Icebook的Intelligent Turning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 后续如果说一些访问的频次比较低的一个文件的话 就会放在一些廉价的一些层属上 这样会节省很大一部分的这种存储的开销 然后另外就是有些情况我们需要开启S3的这种多版本的 多版本的就是它在删除之后 只是一个标记为删除 然后会有一个版本号 那么可能在异常删除之后 可以去通过手动的手段去恢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Rewrite和这种正常的Icebook删除 其实是没有必要去做一个多版本的 那么我们可以借助Armoro去重写一个Icebook 去抹除这些已经删除掉的这些标记文件 然后另外一个值得介绍就是 它本身Icebook表 其实是没有这种数字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工具的 然后我们这边Armoro其实是可以去给每个表去 配置一些过期策略 比如说按照分区去过期 或者说是按照这种文件去过期 然后就是一些基础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快照的清理 然后一些国外文件的清理 这些Armoro都是支持的 那么整个这种优化下来呢 其实对于存储来说成本优化还是比较可观的 那么大概就有四点的这种优势吧 就是对于上AWS来说 首先就是它是易于维护的 因为AWS很多情况都是交由那种运营管理服务商去维护 所以说我们这边介绍了很大一部分的维护的成本 然后另外就是它的这种安全性 其实也是相对于之前有所提高 因为AWS安全的这种管理其实做的是非常好的 然后就是它非常容易扩展 对于iPhone来说 其实它扩展不需要做额外的什么任何操作 其实我们之前遇到的就是 如果说是有一个集群它存储的空间满了 那么我们还需要去手动地去增加一些节点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麻烦的 如果你这个数据量一上来 然后它再去增加 数据量下来可能又要删掉 这种还是非常麻烦的 然后最后再介绍一下我们未来社区 以及我们公司对AWS的一些想法 就是首先其实Amoro它会将我们上述说的这种 Compassion 然后数据过期 快照过期以及这种沃尔文件清理 都会交由AWS的一个服务去执行 那么会带来一个比较麻烦的点是 它在SBook扫描的时候会露得很多这种 占据很多这种内存 这是一点 然后另外就是它担负了很多这种 其他的这种多样的这种功能 责任 然后比如说 包括Mix Format 自己的这种REST的 REST的Conlog Service 然后还有一些 优化的相关的一些服务 那么这个拆解之后呢 就会极大提高这种容索性 以及这种可扩展性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们需要更多的这种 优化的这种Metrics 以及表的这些Metrics 我们就可以在用户反馈问题之前呢 就能知道哪些表 或者说哪些服务出了问题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知道 Short和TheOder 对于这种数据符的优化 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说我们一直想在未来去 除了Beam Pack Compensation以外 去支持Short和TheOder的这种 Compensation策略 OK 那我介绍就大概这么多 大概有什么问题 请再讲 好 这里 老师好 那个我问一下就是 像比如说Iceberg 或者其他的一些这种 就是偏做这种存储的 它不是自己一般都会有一些优化 就是自己会去做一些compaction 这些操作 就是像这种就是我们在Armoral里面做这些 就是和它比如说原生的那些做的那些优化 首先就是比如说原生的它做一些改进 然后这些就是说在Armoral里面在做的话 是说我们会把它的所有的这些feature都拿过来呢 还是就是这个中间是怎么去平衡这种冲突啊 第二个就是优化的话是怎么去度量 就是优化本身 本身优化做这些事情做优化的成本 以及优化带来的那个之后的那个 整个计算存储成本的一个下降 就是这种一般怎么能去度量 比如说我优化到什么程度 它的收益是比较好的 谢谢 其实提的问题非常好 首先对于这种成本的优化呢 这种度量的形式 就是我们也是有考虑的 就是在比如说在一些优化之后 去上报这些优化的有哪些数据量 有哪些文件 这些matrix可以去上报给 比如说DB中我们去统计 当然这个是我们也是一直想要做的 然后另外就是资源的优化这块 我们之前其实做过统计 对比于原生的这种spy compression 我们因为amoro持续不断地去优化 所以说它在资源上其实是节省非常多的 刚刚提到就是它的内存资源大概能 接上70%吧 然后它的call这种资源的节省也是非常多的 然后对于这种 对比原生的这种asberg compression来说 amoro之前也是提到了一些几点优势吧 然后还有就是在一些细节方面 amoro其实做了一些很多优化 比如说在对eco-delete转为这种post-delete 这种我们会比如说借用一些bidmap 去做一些快速地去教验 然后需要哪些文件 哪些文件然后哪些record 需要去做这种重写 那么这对比那种sberg来说 其实是要更快的 你好 老师 还能问吗 好 可以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两个 第一个是就是说假设举个例子 我们用了sberg或者pym 然后如果用了amoro 是不是说原生的那些compensation 或者说替你Google文件的那些 我们就要关掉 然后就用你这个就行 对 我们就是其实amoro 就是为了替代这种sberg compression的这种通点了 就把它关掉 那另外一个问题 现在amoro 对于pym的支持什么 因为我们公司目前暂时还不会用sberg 对pym的那些支持 因为pym它里面也有很多action 然后来支持清理Google文件 以及做compensation 或者less scale bucket 离线的less scale bucket 那这样的话amoro 它对于pym的集成支持 有什么规划跟计划 目前支持哪些 其实我对这方面了解的不是多 因为这些pym是我们社区 对其他的实验负责 但是也是简单说一下 pym其实它自身 其实就有这种集成在flink里面的compensation 对吧 然后这个也是它主推的inline的compensation 那么我们当然想的是有做这种offline的compensation 但是最终还是考虑到他们社区的一些方向 没有去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amoro 目前只是对于compensation的一个 以及这个table的一些信息展示 那么后续会做一些更深度的一个集成 比如说consumer的一些展示啊等等 这些都是需要社区去收集用户的一些痛点 对 我们才去进一步的去优化amoro 对于pym的这个集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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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